商鱼轮廓紧绷地走到梨窍面前 俯身拿走了他的酒杯和啤酒 嗯 你来了 醉了 没醉 确定 我是谁 宝宝 叫我什么 宝宝 谁的 我的 商鱼了然地抿了抿唇 表情很高深 耳后偏头 瞅着站在门口的刘云 航浪下吧 疼 李翘迟缓地丢过去一个眼神 上下扫视几眼 路人 莫名变成路人甲的刘云一脸无奈 商鱼侯杰上下滚动 薄唇微微勾起 确实是喝醉了 而且只认识他 能站起来吗 嗯 能的 虽然他身形晃了晃 但确实能站稳 李翘喝醉之后 不吵不闹 反而比平时的状态 更冷静平淡 就连说话 也听不出任何异常 唯独一次 只能说两个字 商鱼昂手看着他 站在面前 挑了下眉梢 撇脸不省人事的沈青野 和持续戳屏幕的夏思雨 然后 眼前一刀黑影照下 李翘单手抄着裤带 俯身捏住了男人的下额 看我 不准我看别人 不准 好 那就不看 你乖 商鱼顺势站起身 搂着他肩膀 把人带到怀里 回家 嗯 嗯 好香啊 完了 李翘迟缓地移动着毛子 悠悠落在商鱼的脸上 下一秒点着脚 把整张脸埋在他的脖梗处 深深嗅了嗅 好香 喜欢 喜欢 回去让你闻个够 真好 商鱼垂视着他淡然自持的表情 似乎被他这副样子取悦到了 浑厚的笑声 从他喉间一出 好听 男人唇边的笑胡逐渐扩大 出了门 商鱼搂着李翘走在前面 望月背着沈青野 步履蹒跚地走在中间 而洛宇则搀扶着持续戳屏幕的夏思雨 走在最后 这三个人凑在一起 简直是灾难 尤其是夏思雨 手机电量已经快没了 还在不停地戳戳戳 洛宇偷瞄了一眼他的屏幕 看到他拨出电话又挂断 毫不意外地捕捉到了那个心碎的符号 也许是个爱恨男平的前男友 不然何苦大半夜地 打出去这么多骚扰电话 对方不疯才怪呢 按道我们去 rewind 等会